出埃及记 第二十二章 被拿 总要赔还 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 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 他就要加倍赔还 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 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 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 若点火焚烧荆棘 以致将别人堆积的河捆 占着的河架 或是田园都烧尽了 那点火的必要赔还 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付临社看守 这物从那人的家被偷去 若把贼找到了 贼要加倍赔还 若找不到贼 那家主必就近审判官 要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没有 两个人的案件 无论是为什么过犯 或是为牛 为驴 为羊 为衣裳 或是为什么失掉之物 有一人说 这是我的 两造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 审判官定谁有罪 谁就要加倍赔还 人若将驴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交付临社看守 牲畜或死或受伤或被赶去无人看见 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华启示 手里未曾拿临社的物 本主就要罢休 看守的人不必赔还 牲畜若从看守的那里被偷去 他就要赔还本主 若被野兽撕碎 看守的要带来当作证据 所思的不必赔还 人若向临社戒什么 所戒的或受伤或死 本主没有同在一处 戒的人总要赔还 若本主同在一处 他就不必赔还 若是顾的 也不必赔还 本是为顾嫁来的 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 他总要交出聘礼 娶她为妻 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 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 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他存活 凡与受银河的总要把他致死 祭祀别神 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 那人必要灭绝 不可亏负寄居的 也不可欺压他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 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 若是苦待他们一点 他们向我一哀求 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 并要发烈怒 用刀杀你们 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 儿女为孤儿 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 你若借钱给他 不可如放债地向他取利 你即或拿临舍的衣服做档头 必在日落以仙归还他 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 是他盖身的衣服 若是没有 他拿什么睡觉呢 他哀求我 我就应允 因为我是有恩惠的 不可诽谤神 也不可诽谤你百姓的官长 你要从你庄稼中的骨和酒榨中滴出来的酒拿来献上 不可迟言 你要将投生的儿子归给我 你牛羊投生的也要这样 七天当跟着母 第八天要归给我 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 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牲畜的肉 你们不可吃 要丢给狗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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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